《重头大戏西元记》是浙江金昆艺术中心带来相传的经典昆曲剧目 团里最年轻了一辈 带子辈演员王文慧饰演了剧中女主角王玉珍 今年只有22岁的王文慧主攻龟门蛋 她的表演细腻 唱腔甜美 实成正缘 这次演出前就专门请了王富美老师过来给我抠戏啊什么 王老师是因为年纪大了嘛 然后她的腰不太好 第六场《龟室》的一个出场她给我抠了三个小时 抠了一个下午就一个出场 抠得特别细 所以我昨天在演《龟室》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的有底气 出生在浙江京华的一个戏曲家庭 王文慧从小受父母影响 看着当地的地方戏物据长大 打小就在心里种下了戏曲的种子 就每次我爸演出我就特别喜欢跟著去嘛 我就是喜欢一直在边上看 同样的戏我看十遍 看二十遍 我都愿意坐在下面看 我甚至有些戏我爸他们演出的时候 我看了两三遍 然后我就会了 我就跑过去跟他们团里的那个姐姐就说 我说姐姐 你下次生病我帮你去演这个角色 然后他们到现在都还在提这场 2013年 王文慧进入学校正式开始学习昆曲 然而让家人和她都没想到的是 当她第一次画上油彩时 脸上出现了严重的过敏 就过敏得特别严重 然后小姑娘们总是想着漂漂亮亮的嘛 然后我那时候过敏就是整张脸就是 全都一颗颗东西发出来 发出来之后就肿得就是像猪钢脸一样 就眼睛肿 嘴巴肿 嘴巴又发唇炎什么的 就上一点点油彩都不行 卸下来就完全就是没法见任 这个意外让全家都陷入了沉默 是继续走唱戏这条路还是放弃 面对这个问题王文慧毅然选择留在舞台上 我一有演出就特别兴奋 演出前兴奋 演出后兴奋 就能开心好一阵 就非常的好继续到这个状态 就我觉得这是一种 已经不是喜欢的就是热爱 我觉得是在我血液里的东西 现在的浙江青昆艺术中心 万字辈的青年演员曾协 胡拼 戴字辈的年轻演员王文慧 王恒 倪润 倪润志 吴馨怡 方婷玉等 都已经成为了挑大良的主演 而年轻的昆曲演员们 也在用年轻人的方式 连接着更多的观众 每次排练或者后台化妆时 戴字辈昆曲演员王恒涛 都会开个网络直播 或拍一些小视频 传到社交平台上 我觉得打通了我们跟外界观众的一些 之前那种神秘感 成为了一种 跟观众打互动的一种方式 可能更多的 哪天有什么演出 会发个预告 还真的会有观众 会过来支持我们 昆曲艺术的发展传承是根 关键在人 浙江金昆艺术中心的五场经典演出 即明剧明觉明家于一堂 将万代融合的青年力量推上舞台 让昆曲艺术后继有人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我们继续相约 文化十分